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這場大瘟疫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大爆發了 現在不僅僅是亞洲國家 而且歐洲、美洲現在都已經相距淪陷 美國現在還沒有正式淪陷,但是已經到了邊緣了 今天美國確診的案例已經接近一千個了 不僅僅是普通人、普通老百姓 甚至是一些名人都已經中招了 像著名的電影演員湯漢斯夫妻兩個都已經中招 還有美國NBA球隊的中鋒也中招了 甚至是導致了NBA賽事要暫停 這在美國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證明現在形勢已經非常的嚴峻了 那麼各國政府現在不僅僅是要應對瘟疫本身 要採取各種各樣的醫療的措施來應對瘟疫 而且還要應對瘟疫所帶來的經濟上的滑坡 還有帶來政治上的衝擊 比如說南韓現在已經有接近150萬人連署 要求彈劾總統文在寅 安倍本來是日本戰後執政時間最長的一個首相 本來在此之前他的名望是非常高的 結果哪裡想到突然來了這麼一場瘟疫 把他的名望也給拉低了 現在他也是遇到了一些危機,遇到了一些挑戰 川普本來覺得連任、勝選這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現在看起來也遇到了一些麻煩 如果是應對適當的話,也有可能被選下去的 所以現在各國政府是窮於應付 這種局面是中共樂於見到的 當然中共這方面自己的麻煩也是相當的大 第一個就是他們經濟上遇到了大麻煩 現在復工非常的艱難 到目前為止復工的比例應該還不到一半 那即使是你全面復工了 也不能夠阻止這個經濟崩潰 因為各國的這些投資者 已經對這個政權、對這個國家已經失去信心了 所以說外資撤離已經是不可阻擋了 全球供應鏈重組已經是不可阻擋了 而且中國現在的民營企業也是大規模的倒閉 而國營企業本來效率就不高 經過這次衝擊,效率就更低了 所以經濟崩潰已經是不可避免了 經濟崩潰之後,那麼財政收入就會銳減 財政收入銳減了,他們又不可能說是宣布政府破產 他們就要大規模的印鈔 好,現在已經計劃出來了,準備印40萬億大放水 這就會造成惡性的通貨膨脹 經濟已經是救不了了 那在政治上也有諸多的麻煩 民怨已經非常的強烈 而且體制內的反對派也是越越欲試 大家可以從習近平這次到武漢的保安措施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兩個細節大家要注意 習近平這次到武漢呢 除了他的隨行的人員特別多之外 還採取了兩個特別的措施 就是他所經過的那些小區的兩邊的街道 所有的這些居民樓裡面 每一個居民家裡面都安排了 警察安排了這個特務去監視他們 不讓他們發出任何的反對的聲音 這是吸取了上一次孫春蘭副總理視察武漢的情形 所做出的一個安排 上次孫春蘭到武漢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居民在他們自己的房間裡面高喊 說一切都是假的,讓他們下不了台 習近平這次去就採取了這種 每一家都監視的這種措施來防止民怨大爆發 那也就是說明現在的民怨非常強烈了 那麼第二個細節應當注意的就是 他還在每一個居民樓的樓頂上面 都安排了好幾名這個狙擊手 所以說習近平走過的那一個路段上面 可能是全世界狙擊手最密集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那些狙擊手可不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 普通老百姓都已經被警察給看嚴死了 已經採取不了任何的動作了 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 那些狙擊手主要用來對付的高層反習派的人 對習近平採取比較狠的動作下毒手 那也就是說明習近平現在已經意識到了 自己在體制內所遭到的反對的力量是相當相當的強 他所受到的威脅是相當相當的大 我在一個多月之前曾經做過一期視頻 主要的觀點就是說中共是人為的製造了這次瘟疫 就是要給世界來製造一次大混亂 這個觀點有很多朋友還不同意 他們的主要的理由就是說 中共它為什麼要殺敵一千、自損一千 甚至是自損一千五、自損兩千這麼不划算的買賣 他們為什麼會做呢? 持這種觀點的朋友是不太瞭解中共的統治思維 不太瞭解中共的算法 我現在就來給大家講一講 中共他們早就知道自己是遇到了大麻煩了 即使是沒有這個瘟疫,他們的這個經濟體系也會崩潰 這是因為他們過去40年長期掠奪性的發展這個經濟體系 造成了這個體系極度的畸形 現在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崩潰已經為時不遠了 即使是沒有今年這個事情發生 它最多也就是能夠維持個半年、一年 不會超過一年半,再加上川普發動的這個貿易戰 這對於中共的經濟體系產生了極大的壓力 會加速他們的這個崩潰 等到川普第二次當選連任之後 那他的壓力會空前的增強 那個時候中共崩潰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麼既然意識到了這個崩潰不可避免 中共就會採取一些手段,什麼手段呢? 就是在我崩潰之前,我先讓你也混亂起來 讓你混亂了之後,那無暇來攻擊我 那自顧不暇的時候我就有生存的機會了 那麼現在看起來他們的這個策略、這個想法 是從他們的角度來講是正確的 現在美國還有歐洲這些國家 還有日本確實是自顧不暇 所以說現在中共它就會採取它的手段 什麼手段呢?第一個就是在民間來進行一個大鎮壓 現在已經開始了,3月1號的時候 已經開始執行了他們這個互聯網上面的 這個更嚴厲的管制 現在有很多的人被封號了,很多的群被封群了 現在有很多的這些敢言的網友已經被約談了 在全國範圍內對互聯網的這個監控 比以前加強了很多,還有就是對於黨內的侵襲 力度也加大了,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王岐山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露面了 王岐山過去一直是被稱之為第八個常委 雖然他不是常委,但是他在中共統治階層之內的 在習近平這個親信圈子之內的地位還是相當高的 那麼他都這麼長時間沒露面 完全把他排除在這次防疫之外 甚至是2月23號的那一次17萬人大會 都沒有他的身影,這就說明一個現象 現在王岐山可能不僅僅是大權旁落這麼簡單 現在應當是已經被軟禁起來了 那麼理由呢,第一個當然就是王岐山這個人 過去已經引起了習近平的相當大的猜疑 已經把他排除在決策圈之外了 那麼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後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不是指使了他手下的幾個人 去向中央甩鍋嘛,而這個蔣超良又是王岐山的親信 蔣超良被免職了之後,到現在也是陰性全無 北京的這個政治圈裡面傳出來的小道消息 說是蔣超良現在已經被雙規了 現在已經被密集的在審問 主要是要審問他跟王岐山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聯繫 這一次甩鍋向中央甩鍋,湖北的省委 集體向中央甩鍋,是不是王岐山在背後操作 如果是一旦確定了,那麼王岐山的命運呢 基本上也就到頭了 這是中央的清洗,不僅僅是王岐山了 現在對於其他的這些派系 習近平也是高度的警惕 應當很快就會打掉一批人 因為現在反習的人數實在是太多了 習近平不可能全面的打擊 他只能是要找到一些重點的對象來進行重點打擊 那麼到底誰是成為重點對象呢? 現在誰都不知道 誰都不知道就說明每個人都在危險之中 所以說中共體制內部的大清洗 應當也會很快到來了 中共在香港的這個鎮壓力度也是加強了很多 2月28號的時候就抓捕了三個泛民派的領袖人物 黎智英、李卓仁和楊森 這三個人都是在泛民陣營裡面號召力非常強的 都是泛民的老將 對他們起訴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對於香港的勇武派的打擊的力度也是非常大 在3月8號的時候在香港的幾個社區 同時就抓捕了好幾十個人 實際上香港的勇武派的年輕人已經有很多人被抓捕了 已經有很多人犧牲掉了、失蹤掉了、被自殺了 還有很多人逃亡了 已經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打擊 但是中共還不會放手,還會繼續進行鎮壓 所以香港現在形勢也是非常的危急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還有一種可能性 那就是對台灣動武,現在台灣應當是高度高度的危險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 現在是他們武力犯台的最佳的時機 因為現在美國、歐洲、日本都是自顧不暇嘛 他們的軍事力量肯定也會受到相當大程度的這種影響 他們介入台海事務的這個意願 可能也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如果這個時候他們不趁機對台動武的話 那麼今後他們的機會就更小了 所以這個時候台灣是高度的危險,非常的危險 那麼他們會怎麼樣對台灣動武呢? 我以前曾經講過一個觀點 就是如果是直接的進攻台灣的本島 中共的勝算不大,即使是美軍只用出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這個力量來對付他們 他們就吃不了兜著走 那麼他們最有可能的呢 是直接對金門和馬祖這兩個地方動手 這兩個地方是不在美軍的保護範圍之內的 大家去看一看美國的這個台灣關係法 它是沒有把這兩個地方包含在內的 也就是說如果中共對這兩個地方動武 把這兩個地方給統一了 美國是不會拿軍事上介入這場鬥爭的 那中共拿下這兩個地方之後 習近平就可以宣佈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 而一旦他宣佈在軍事上取得了這樣的勝利之後 他對於軍隊的統一力,在軍隊裡面的威信 就會急劇的提高,提高了威信幹什麼呢? 就可以用軍隊來控制全黨 控制了全黨就能夠控制全國人民 那麼他的這個習家王朝也就建立起來了 他也就算是度過了這次危機,老百姓死多少人 算什麼,中國經濟崩潰算什麼 你看看北韓經濟崩潰了多少次 他不是照樣可以維持他的這個金家王朝嗎? 毛澤東統治的時候經濟也是崩潰了多少次 照樣可以執政 他的一個執政的一個關鍵一個訣竅 就是掌握軍隊 所以說無論是老毛還是這個金家王朝 都是執行的一個先軍政治,這是他的訣竅 所以習近平當然是知道的 而實行先軍政治達到高度集權的一個必要的手段 就是對台動武,只有對台動武他才能夠 在軍隊裡面建立起這種崇高的威望 所以現在台灣是相當危險,相當危險 當然了任何政治軍事鬥爭都是一場博弈 這是一個互動的遊戲 不是說你一想能成功就能成功的 即使是你現在可能處境比較好 但是一遭走錯就滿盤皆輸 那麼現在反對習近平的這些中國大陸的力量 這些香港力量,台灣的力量以及國際的力量 那應當怎麼樣做呢?想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關於大陸我以前曾經提過很多的建議 主要就是說現在時機還沒有完全的成熟 大陸的民主派那些政治反對派現在還需要潛伏 潛伏的同時不是說無所事事 潛伏的同時在暗中的低調的把這個小團隊建立起來 現在已經有很多了,但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還要建立起更多的小團隊,同時在自己的社區 要發展出一定的影響力出來 等到將來這個局勢徹底的明朗了,經濟徹底的崩潰了 老百姓的民怨達到了臨界點了 或者是中共體制內鬥已經公開化了 那個時候大家再來號召全民上街,全民共振 那個時候時機就到了,現在還不到時機 大家再忍一忍,無論如何要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那在香港形勢又有所不同 因為香港它還有一層法制保護 雖然這個法制已經受到了極大的破壞 香港的這三萬黑警以及特區政府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黑幫了 但是這層法制還沒有被完全的廢除掉 還起到一些作用 最大的一個作用就是香港的反對派 還有進行政治組織的空間 還有提升這個組織化程度的空間 香港的反對派過去呢 在反送中運動當中已經是團結的相當好了 但是組織化的程度還不夠高 比如說他們有一個民間人權陣線 這是一個組織化的平臺 但是還沒有形成一個最強有力的 能夠在後令所有的香港反對派的 沒有能夠凝聚,能夠一個制度化的 把民意通過制度表達出來的這麼一個機制 所以我在去年的時候曾經建議過 在香港的這個反對派 現在要把組織化的程度提升 怎麼提升呢?就是建立香港的公民大會 這就是一個統一的政黨 同時也是為香港未來的這個民主政府 建立一個雛形 現在香港完全有這個條件的 在去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之後 民主派大勝 那麼這400多個區議員 這就是最好的民意代表 再加上現在民主派 在這個香港立法會裡面的這些議員 加起來這500人 再加上社會各界的這些民主派的這些賢達 這些泛民的這些領袖 大家聚集起來就可以成立一個 能夠最大限度代表香港民意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香港公民大會 那一旦建立起來了這個公民大會今後的決議 這個決策就會對於香港反對派 對於香港絕大多數的民眾 起到最大限度的這種動員的 號令的組織的這種作用 那個時候香港的民意就真正的完全統一起來了 這麼一股統一的民意,幾百萬人的這種統一的民意 再加上香港現有的殘存的這個法治的這個空間 那會發揮出強大的力量,怎麼發揮力量呢? 大家可以到中國大陸去後院點火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香港的這些泛民主派 這些勇武派現在在街頭鬥爭當中 已經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了 但是他們在網絡空間上面還是相當活躍的 還是有相當大的自由度的 運用這個自由度大家都向國內發展 尤其是向廣東地區發展 因為廣東地區絕大多數人是可以聽得懂廣東話的 那麼可以跟他們正常的交流 那麼可以把中共的這個防火牆 可以打開一個突破口 讓這個外界的信息、讓外界的理念 徹底的衝垮中共的這個封鎖 這個最後力量都有多強大呀 台灣也是如此 台灣經過這一次的瘟疫之後 和經過上一次的這個大選之後 親共派是兵敗如山倒,現在已經被邊緣化了 現在蔡英文政府的這個民意支持度 已經達到了百分之歷史性的新高 達到百分之八十幾了 但是他們也有一個嚴重的不足 綠營也有一個嚴重的不足 他們不親共但是也不是真正的反共 他們真實的理念、意念是脫共、想脫離中共 但是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這是一種駝鳥政策,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中共不是說你想脫離它就能夠脫離得了的 只要這個政權還在那兒你就脫離不了它 它對你的這個安全的威脅就永遠會存在 大家看一看北韓和南韓就非常清楚 無論是從人口上面說經濟實力 還是軍事實力上面說南韓比北韓都要強很多倍 為什麼南韓對於北韓還是這麼忌憚 就是因為只要這個軍事力量還在 它可能打不過你 但是會對你的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脅 甚至是日本都對北韓非常的忌憚 那現在台灣跟中國大陸的跟中共的力量對比 那比這個南韓的形勢還要差 中國大陸的他們的這個軍隊的力量 還有核武器的這個武庫的這個數量 還有這個飛彈的數量 那比北韓不知道要強多少倍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對於台灣的威脅 那比北韓對於南韓的威脅要大得多 中共如果是只要它繼續存在就會給台灣造成巨大的威脅 所以說台灣要是想安全台灣要是想長治久安 必須得先實現一個條件就是把中共給幹掉 就是讓中共給垮台 那麼現在呢機會也來了 從中共那方面來說現在是武力犯台的大好時機 從台灣的這方面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也是台灣整垮中共的大好時機 現在是一個決戰的階段 是最後的一個殘局走幾步大家就可以決定勝負了 就看誰走得好 那麼台灣怎麼樣走這一步呢?我也有個建議 就是台灣現在組織一個全球的反共大聯盟 實際上這不是我的建議 這是台灣的一位智庫的人士 一位資深的教授、政治學的教授 他的建議 他的名字我暫時在這裡不透露了 建立一個全球的反共聯盟 把中國大陸的、香港的還有台灣的 三個地方的反共力量、民主力量結合起來 以台灣作為根據地 然後跟全世界的這些反共的民主國家的政府 跟他們進行溝通 那麼這就會對中共形成巨大的威脅 就可以對中共實施有力的打擊 就可以在中國全面的策劃 鼓動民變、兵變和政變 現在時機已經非常危急了 因為中共會很快動手 他們一定會在全球大瘟疫結束之前 就動手在國內動手、在香港動手、在台灣動手 那麼一旦他先下手為強了 反共勢力就比較被動了 所以說決定兩岸三地命運的關鍵時刻 很快就要到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快步伐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